目前有十四歲對上 不可以拿去提供蘇格蘿蔔 不過是沒有包括傳統市場 環境部用過的方式和前台 21個館市 47個市場團連 不要主動提供蘇格蘿蔔 來到傳統市場買菜 消費者習慣每買一台 就拿一個蘇格蘿蔔 不用裝檢查使用 雖然大家都知道自己準備最好 但中午臨時出門 不會去大的時候 會覺得麻煩嗎 不會不會 我們會自備袋子 為了要減少 環境部一直很大關在最上 要求不可以不用費來提供 現在已經很大十四類 中素 十四之後 是減少五成用中 不過傳統市場 在這近平 可能的影響反動 環境部 中心企業跟全台灣 四十七個市場合作 鼓勵社會者 賣客才是減客 那我們預期呢 這樣的推動成果 每個菜市場 可以減少百分之二十的 一個睡覺袋的減量 我們先從外在做起 外在條可以減少很多的話 我想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會擔心引發 饒民這種批評啊 會 可是對的就是要做 探銷再做 探銷 探銷 環境部件 民眾可以自己準備 看不出桌子 東西合作一桌子 不要每天都拿桌子 甚至最好是不要拿桌子 沒有拿桌子 有的老闆會買菜送 蔥仔跟薔薯 這是燒幾口金 環境部標時會想實施一年 稍來又請管齊政府 拿協會國大來提供 記者林前美丹 請回台北報報道